自从秦潇贤参加完姐姐妹妹的舞馆后 秦潇贤再也不是那个怂怂的老秦了 在采访中就曾说过 如果德云斗校舍第二季让他设计环节 老秦说要爆打师哥 让师兄们体验一下当沙包的感觉 秦潇贤爆打师哥 秦潇贤的魅力 让他们感受一下当沙包是什么感觉 近日德云斗校舍第二季花絮 看到这一段三十多秒的视频 不少网友表示 等了一天总算是有点让人开心的消息了 在这一段视频中 秦潇贤准备打个翻身仗 开启在线挑战自己的师兄们了 在视频中 秦潇贤在车内对着镜头开始放横话 并表示 在这一季中 逮着谁跟谁刚 像小鸾啊 小饼啊 小梦啊 统统不在话下 看到秦潇贤这么说 不少网友表示 老秦这是飘了 还是没睡醒呢 又开始说大话了 要知道在第一季的时候 他遇到鸾云平时 可是非常怂的 又在互动中被烧饼追得满大街跑 至于孟赫棠 这可是他的亲队长 他还真有勇气挑战 看到秦潇贤这么说 虽然大家觉得老秦在说大话 但是 反正看热闹 不嫌事而大的态度 大家还是非常期待 秦潇贤在这一季的表现的 也纷纷猜测 秦潇贤是否能够如愿 挑战师兄成功 让自己翻身 当然 也有网友这么来了一句 这就要看节目组剧情的设定了 如果在这一季中 郭德纲的金手指还是指向秦潇贤 那估计就会让老秦如愿 但是如果老秦没有金手指 估计会被师兄们折磨得非常惨的 当然除了秦潇贤之外 德云社九字课的演员 也是想打一个翻身仗 张九龄 王九龙 上九熙等 都是这样子想的 在视频的开头 身穿一身黑色衣服的张九龄表示 第一季的黑马张九龄又回来了 看到张九龄这么说 不少人表示 人家黑马都是冲到最后 宁到好 第一个被淘汰了 看到这儿 不少人想起第二季第一期 刚录制结束的时候 有网友看到张九龄回到小剧场演出 便说张九龄又被淘汰了 导致张九龄不得不在小剧场辟谣 我好着呢 没有被淘汰 当然 以目前的情况看 德云斗笑社第二季 不仅没有淘汰人 还邀请了不少演员参与 哈尔滨站录制的时候 邀请了贾乃亮 包头站录制的时候 邀请了凤凰传奇 除了张九龄 节目组也给出了周九良 王九龙 上九溪 这三位的画面 当然 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挑战自己的师兄 准备在第二季第一期 给师兄们一个下马威 至于结果如何 他们能否如愿 这就要等播出之后了 看到这儿 不少网友表示 现在最期待的 也就是德云社团宗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